据环球网4月29日报道 印度疫情迎来至暗时刻 印度卫生部报告称 印度因新冠死亡病例总数 已经突破20万例 那么那些在印度工作学习的 中国人近况如何 居住在德里的中国留学生 王岳周表示 他的印度房东一家感染了新冠 为了保护自己 他现在连自己卧室的门都不出 哪怕去同一层的客厅 都要戴上口罩 像他这样 还滞留在印度的留学生 大约还有四五十个 有个别还在学校集体住宿 现居孟买的杨旭红表示 我的每个客户 几乎都有直系或旁系亲属变道 很多从家庭佣人 老公处感染 现居古尔刚的谭喜宁表示 2017年他与印度男友结婚 他印度的家中住着六个人 公共婆婆 丈夫 谭喜宁 还有一对夫妻租户 现在六个人中 已经有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新德里的中国人军军表示 闻到了焚烧尸体的味道 那是死亡的气息 因为疫情严重 在印度做服装生意的他 暂时无法回国 印度疫情高峰仍未到来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主席表示 印度当前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被严重提估 印度病毒学专家认为 本轮疫情峰值将在未来 两到三周出现 届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最高或接近90万例